台湾吉南救护协会前理事长陈再斌 常常在脸书上po文提弱势族群募款 4年前他涉嫌侵占新竹一名弱势少年的善款310多万元 遭法院判刑两年6个月定业 但没有想到呢现在他又被踢爆了 透过救护协会的名号 帮高雄一名离癌的阿嬷募款9万元 却是私吞了3万元 如今遭检方提起公诉 也让他再度的引发关注 脸书上时常po出从古人家个案进行募款 不少人捐出善款 至台湾吉南救助协会社团拥有将近3000名成员 如今却被踢爆 前理事长陈再斌疑似涉嫌侵占善款 山川条文上亿老妇人家住高雄 坐在轮椅上苦苦哀求 因为离癌花光积蓄 2021年9月陈再斌透过脸书 帮忙募得9万元善款 不过社会局介入调查 却发现陈再斌私下将其中的3万多元 放进自己口袋 社会局有派社工到家里面去关怀 发现陈先生在FB上po的一些讯息 跟我们了解案情的状况又不一致 消息一出也立刻引发关注 而面对举发陈再斌也有话要说 根本就没有拿他一毛钱来倒贴钱给他 如果我有留电话给他 要缺钱跟我讲 那3万块的话 我可以直接用汇款转给他 帮忙保管博斥侵占 还拿出当时签下的解解书 说是老妇人同意把多的善款 拿去帮助其他更需要帮助的人 但检方不采信 其实早在4年前 陈再斌就曾涉嫌侵占新竹 一名弱势少年丈夫的善款 将近310万 招判刑两年六个月定验 在今年3月又被查出生悲三条通气 如今假面慈善家行径又浮上台面 有没有犯法恐怕得再度受到司法审判 接下来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